这个能不能把电竞给打了 能打 4090华硕全家桶 外星人4K高刷显示器 赫曼米勒人体工学电竞 扭拌麦克风买上没问题 那这个能不能把电竞给打了 能打但是吧 凑合 那你跟我说这个 能不能他妈的把他妈的电竞给他妈的打了 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啊 一千人能不能搞定全套游戏外设 拿下显示器 键鼠 耳机 麦克风呢 而且还得要求稳定低延迟 手感好 这个呢 一直是我最近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方案 适合一些爱折腾游戏 但是预算却不够高的学生等 那视频内容比较详细 建议大家新点个收藏再看 显示器呢 就选择HKC的V2717显示器 活动最低价格699元 剑鼠我们就选有限的了 鼠标选的是雷蛇炼鱼魁蛇标准版 价格92元 这玩意儿还是尽量买新的 这款剑鼠呢 黑色白色都有 个人认为还是白色更好看 默认1600DTI 共五档可调 最高可达6400 手感呢还算可以 就是鬼轮容易坏 别问 问就是玩废过一个 键盘选的是 危机人家的N75专业版 某宝领线129拿下 用了这么长时间 确实不错 被称为星星卷王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电竞呢少不了 和队友的沟通和配合 防着老银币偷袭呢 还得轻声变位 而麦这次就选了 雷蛇的北海巨蕭 Beltium X 直接小黄与90拿下 不过可惜的是 它没有USB接口 并不支持雷云 开始我还以为是盗版 去官方期间店查证了 才知道原来3.5毫米音频接口 是不支持雷云的 那么这样的一套设备 能不能帮助你 打出职业班的操作 跟着你的电子扬尾呢 MING PAO N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那其实在电竞这个行业 限制你的往往不是硬件设备 而是你自身的努力和天赋 这些外设呢 就要画家的笔 歌手的麦克风 台上一次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莫非有太多日复一日的高强度练习 那相信屏幕前的大部分小伙伴呢 都还处于游戏爱好者的阶段 那你们现在都在用什么样的外设呢 可以把你们搭配思路分享在公屏上 这里是小瑞体验馆 认真分享每次产品使用体验 关注客户的开箱 下期开什么 我们在评论区说说算